今天灰熊七人上床 传队精神进血 反观篮网两人 占用大量球权 立棍担挡 鱼哥怎么看 今天篮网输给 缠阵灰熊 篮网这样用人 后面会不会受伤呢 立棍双打吧 就他俩呢 都属于立棍型的 俩人以翻唱罢我登场 就这样一种风格 这种风格 你说能不能赢球呢 进攻端火力是有的 但是不得不说 越打呢 有可能越颓废 因为这种打法 太耗个人体力了 你看不看到卡文多兰特 因为这场比赛 就对方几乎就一个抱一个 就使得篮网队呢 必须得频繁 通过个人的能力 去勉强担打 如果说有詹姆斯哈等在的话 中路掩护挡差 中路途径 形成这样一种立体威胁 一旦呈现 周围的角色拳 就能够被充分带动 但是呢 面对灰熊队 这么一支 成防守体系的球队 整个篮网啊 无一人拥有那样一种 超强的识别能力 就是杜兰特欧恩 他俩不是不能传球 他俩是有助攻的 但是助攻从来不代表 能够体现你真正的篮球智商 助攻跟篮球智商 不能完全化等号 别说你一整七八个助攻 你就是十二个助攻 也不能讲 说是你整的 你是一个大局观 极其优秀 你在进攻队 能够通过自己的阅读能力 瓦解动穿 对方的整个防守意图 你根本是做不到的 他们诸多就是说啥呢 找到了夹击之后 往外一传 队友投进了 这就算你是助攻 但这玩意是非常简单的 你看这个辉熊队呢 很成体系 轮转换防非常迅速 经常能够在 稍微示威情况下 迅速就能够补防到位 面对这种球队呢 就强调一个真正的核心掌控者 抓对方防守端 一些细微的漏洞 分毫自查 把球送到 这个机会就有了 但是你像多兰特欧文呢 他俩做不到 传这种炮弹 所以越打呢 越成为他俩的二人转了 俩人合计出手五十多次 一般来讲就 双形球队 也不就是说出手那么多次 你不忘了 他俩呢 各自还有十次轴的罚球呢 就大量的 完全他俩个呢 忙干 一旦说你面对啊 真正的正贯球队 你比如说 之前统治西部的太阳 在东部 上赛季已经完成 立棍的熊路 再包括训练有数 长期以来呢 在东部的分区决赛 能够呈现 这支球队年轻活力的 波正卡尔特人 打这些球队 防守顶级强队 届时这个篮网呢 肯定打得更加吃力 整个系列赛 看欧文都能知道 他俩的味 周围角色球队 防守端的参与感 会越来越差 进攻端因为没有表现 你别说这个 替补席 这个得分是11比50 你是活改 因为板栋系 球队上来没有机会 你基本上 接不到出手机会 就是这哥俩 跟他大量打 就是勉强往来传呢 也不行啊 就是角色球队 得怎么打呢 你得给他们创造机会 稍重集市这种空间 你得给他们球 给传道才行 你不能只让他们站出来 也是通过单打方式 替尼亚非友 打硬仗 角色球队 站出来 单打不了 你比如说赛斯库里 他如果在这场比赛啊 有他在 你信不信 出手机会也是寥寥 就是有出手机会 效果也不好 因为啥呢 对方基本一个抱一个嘛 你就面对对方 有防守球队 赛斯库里能打 根本打不了 油也白费 就得看你怎么通过 哎 进攻端 有效的撤动 撤动团体进攻 瓦解队往防线 让周围 角色队呢 他们有足够的参与感 防守呢 才能更卖力 但是现在这个 郎尔亚利就是单打零啊 他当然 在联赛当中 你比如说剩余的场比赛 肯定会拿下很多比赛的 但是打基督赛硬仗 还是不行 基督赛硬仗 缺乏足够的这种 这个大局管嘛 都是单打 两人打五个 这场比赛就这种呈现 就他俩玩 打对面割五个 这咋打呢 而且你看不看到 蓝网队这个防守多薄弱呀 面对灰熊这种五个点 都能发动金拱的球队 蓝网队防线呢 可以说是完全被击溃了 没有人能够 真正说一对椅啊 做好限制工作 没有人能够做到 DBA防守这块呢 也缺乏足够的 防守硬汉 所以这个蓝网球上到下 没有防守汉将 这点到基督赛 肯定也似乎被放大的 这也就是灰熊 人家没有这个 大明星作战 如果有大明星作战呢 再给你地位篮下 造成一定的沙场啊 我感觉届时呢 这整个蓝网啊 他的防线会更加崩溃 所以攻守两端都有问题吧 现在的蓝网 你绝对不能说 比当初的蓝网更厉害了 当初的蓝网有哈登在 三星领军说此话 就算说没有防守 靠这哥啥呢 进攻端他们 共事实在是太灵力了 哈登指挥中枢啊 左膀右臂 两杆神柄啊 这么个打法呢 紧靠近拱 没有几只球队 能跟得上蓝网节奏 但现在没有哈登之后呢 这整个球类打法就单一化了 基本上就是利魂担导 遇到夹击 我才能适当分一下球 对方如果不夹击呢 从头打到尾 类似你俩 你看这场比赛 多兰特到第四季 没有体能了 打不了了 欧文是还能打 但是他是之前歇的太足了 如果说整组系列 他才打七场欧文都这么打呀 也得给他给累似的 这这么个打法 太这个消耗体能了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